吉隆坡增江南区因为捷运工程 上个月起开始封路 当地居民和商家首当起冲 行动党甲洞卫星市支部主席黄伟强 上星期接获投诉后 今天向施工单位询问工程的各项细节 他透露据他所了解 当局现阶段的封路工程 主要是为了架设行人天桥的柱子 这个阶段MRT是在对面起一个车站 然后那个park and ride就是那个停车场 反而是在过了这个甲洞大街会在这里 所以被封锁的路段 其实是要进行行人天桥的柱子的工程 黄伟强表示 施工单位原本预计 这项工程需要耗时两年才能完工 这意味着居民和商家 都将面对封路问题长达两年 这让不少商家叫苦连天 因为封路施工对他们的生意 造成很大的影响 讲你都不相信 50% 真的是 我也希望当局能够赔偿我们的损失 不过在和居民双家协商后 当局承诺将迁移部分的水管和电线位置 并腾出一个三米宽的通道 基本上这里将会进行工程 它会迁移utility的管道 就是水管 电线 电缆 他们说很大程度上 有机会可以保留一个 就要靠近商家这一项 保留一个单项的通道 大概可以到三米左右 确认水管线管道的那个位置 但是班前水管他们一定要配合Shabbas的 施工单位指出迁移水管工程 需要至少三个月的时间 因此该路段目前还是无法开放通行 黄伟强表示 他只能敦促当局 尽快完成迁移工作 并在最短的时间腾出道路 让居民通行 MTV7 陈伟伦 采访宝道